吉林为什么能战胜北京手钢 双方的背景就不多做介绍了 吉林的琼是出了名的 从孙军开始就没富裕过 而北京这种豪门 今年为了保障季后赛 直接甩出了四万元 阵容豪华程度令人发指 而不对 令人羡慕 能这样玩的除了上海 也只有北京了 吉林队说起来是七人轮转 但更多时候是六人轮 而北京是十一人轮转 双方都很重视防守 北京手钢防守好 这是众人皆知的 雅尼斯的防守体系 是国家队级别的 王涵能下决心和北京 拼一拼防守还是很有魄力 北京防守效率极高 但是弱点也很致命 他们场均三分球出手次数 25次排名全联盟第17 但为什么疯狂地扔了42个之多 而自己更有把握的两分球 只有7次出手 常规赛三分命中率 高达46%的朱燕熙 最后在两场 一个7中1 一个9中1 常规赛场均14.6 加7.9的范子明 为什么只拿到三分 吉林队看出了北京的弱点 就是三分出手数不多 高防守强度下命中率不高 他们收缩防守 外面露出了大量的三分空位 北京队投了42起三分 只经了可怜的8个 而吉林队在防守高强度的季后赛 三分球只投了30个 进了14个 命中率高达46.7% 王涵就是赌你投不进 结果还真给他赌赢了 北京最擅长的两个因素 都被废掉了 再说一点 本赛季北京队场均得分 只能排在倒数第7 为什么 林书豪年纪大了 本就不以得分见长 吉普森得分能力很强 但不稳定 内线有双塔 汉密尔顿受限于上场时间 最后在关键阶段 打的就是球星的得分能力 北京队得分最多的 除了吉普森的14分 就只有方硕的13分了 这显然不够 再来就是不得不说着琼斯了 在吉林队又当爹又当妈 关键时候还要当教练 我都想对琼斯唱一首 打满全场都是家常便饭 年薪也不是顶级的 只有180万 而北京队的4万元 总额估计超过650万 不知道看台上的秦晓文 内心是什么感受 前期的巨大投入 全部打了水漂 林书豪急哭了 下赛季还能看到林书豪吗 首刚在微博只写了三个字 对不起 不得不让人深思 好了 就说这么多吧 您有什么想法 也欢迎写在评论区 恭喜吉林成功晋级